嗨,大家好,我是坦平说,带给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1月18号 这期啊,咱们吃一个大瓜 什么大瓜呢?就是杭州三十亿量化跑路 过期网红城市杭州啊,有一个三十亿的 这钱可不少啊,量化 大家知道吧,一说量化都是高大善的 前一阵子股民不是呼吁嘛 要求这个证监会,对吧,约束这个量化交易 你看,都是高大善的 组合到一起叫杭州三十亿量化跑路 然后是多家信托采雷 咱们根据这个正经媒体的报道啊 叫财联社11月15日店 在杭州私募跑路事件中 采雷的机构除了北京华软新动力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之外 还有多家信托公司 其中也包括云南信托 云南信托方面表示 针对杭州三十亿量化跑路事件 及有关公司个别TOF产品合作方 涉嫌违规违约传闻 公司进行了排查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云南信托采雷规模在10亿级 另外还有多家信托机构涉及 最大的一家信托涉及 资金规模30亿左右 确实有云南信托 但是云南信托合作的不是盘金 该人士称这是一财第一财经披露的 我也查了一下这个第一财经的报道 这个第一财经说 经何时 他说公司已经严格依照信托文件 约定全面履行了受托人职责 TOF相关产品的投资操作 均遵循投资者的意愿 并按照其指定的投资顾问指令执行 云南信托称 后续公司将按信托文件约定和投资者意见 采取相应措施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云南信托采雷规模在10亿级 另外还有多家信托机构涉及 最大的一家信托涉及资金 规模在30亿左右 确实有云南信托 但云南信托合作的不是盘金 本周百亿FOF滑软采雷 杭州跑路私募的震惊 消息叫震惊投资界 11月14日华尔软新动力发布声明称 公司管理最终实际投资制 深圳惠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惠胜私募的部分私募基金产品 因惠胜私募发生违约行为 导致对付困难 惠胜私募法定代表人为张平 2016年1月成立 曾用名为深圳惠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刚刚改名为深圳惠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删信息显示公司参保人数为0 第一财经记者11月14日实地探访公司 深圳注册地后发现查无此处 那这个所谓的啊 这个深圳惠胜私募 是个空壳公司啊 与此同时多家信托被传采雷相关私募 不过11月15日 百瑞信托针对杭州30亿量化跑路 引发私募产品造假风波中涉及百瑞信托的传言 发布曾经公告 表示公司从未于北京华软新动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也从未投资上述机构的任何产品 而第一财经从多个信员获悉 采雷的机构还有多家信托公司 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华软新动力 上周开始向投资人进行了风险披露 并着手采取法律手段 也因此率先爆出帅雷 采雷啊 预计其他机构后续也会向投资人进行披露 并采取相关措施控制损失 关于这个杭州30亿量化私募跑路这个啊 我看了报道非常多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把这个架构图啊 可以捋一捋 就是他们之间关系啊 我在这里啊 我根据这个报道啊 根据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大家都知道很多网友知道 我信托做过私募做过 所以对这个还是比较门清的 就是量化没有做过 量化它是一种交易程序 它是一种这个交易方式 大家理解一下就好 所以我来给大家把这个事情呢 来龙去脉捋一下 就是他怎么跑呢 到时候会有媒体啊 或者是警方的吧 或者是相关机构把他抓住了 把这事情就水落石出了 我来给大家解释解释啊 这个八九不离十啊 首先一个叫北京华软新动力啊 突然公告自己 哎 他的投资没了 没法兑付 这个华软新动力啊 这个私募啊 他是号称啊 自己是TOF基金 这TOF基金什么意思呢 简单点理解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就是他募集的这个钱呢 不是投别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基金募集的钱 他的头像要么是股权 对吧就是一级市场或二级市场都可以 要么就是债券 要么就是一部分股权 一部分债券 就混合基金 咱们常见的就这种 他FOF基金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也不投什么股权 我也不投债券 我就专门投基金 对吧 然后你这个基金 怎么把我这个钱拿去 你去投那些债券 或者是股市 这样咱们形式上看啊 这个FOF基金啊 他风险应该更小 他这个波动啊 应该更小 风险更低 因为他是投基金的基金 那么这个北京华人新东力啊 成立的就是这种基金 也是私募 那他钱谁给他的呢 就任何私募 也是两根管子 一个管子人家给他钱 就是他公司自己是没有钱 他募集自己 募集到之后他投出去 这个华人新东力这样的FOF基金啊 他向谁募集钱呢 刚才媒体介绍了 咱们大概清楚了 新托 什么云南新托啊 对吧 什么传闻的那些新托 他把钱给这个华人新东力这样的基金 那新托的钱来在哪里呢 大家记住 新托也没钱啊 他的钱也是募集来的 新托的钱 根据媒体披露啊 这些涉事 新托的钱 都是国企 国企认购新托的 这个理财商品 新托把他钱拿到手之后 投给这个FOF这个基金 你看看 这个穿透下了啊 你就完善穿透 最终拿钱的是国企 或者是 也许其他机构 把钱给新托了 当然呢 不排除有人把钱直接给这个 北京华人新东力 就是FOF基金 总之钱到了他这 然后他把钱给谁了呢 他投给下面一个所谓的量化基金 叫杭州玉瑶 或者叫杭州惠胜 这不重要 总之他投给下面一个量化基金 那个所谓的量化基金 把钱投给谁了呢 按理来说 他应该在二级市场交易 他不是量化基金吗 大家也知道 很多基金啊 打着量化的旗号 实际上就是想证明自己 比别的基金赚钱 净值 这个收益要好 因为量化 他就是拿程序割韭菜 为什么这些散户对量化意见非常大呀 就这道理 实际上量化到底赚不赚钱 这个不好说 但是咱们宣传出来之后 让大家感觉到量化还是很神秘的 很厉害 所以就有人 你只要说你是量化基金 有人就愿意投 而且量化基金 真正的啊 量化基金 你想参与 他参与不了 人家不带你 所以搞的量化基金非常神秘 这么一说大家就清楚了 就有人打着量化的旗号 说他是量化基金 好 那你把这钱拿到手之后 你到投二级市场呢 他没投 他把投到下面一个什么公司 下面一个什么公司啊 再一投 转到一个私人公司 或其他的公司上面 脱离监管 钱出去了 那这个事情怎么能玩这么大呢 其实不要紧啊 你看看 所有从那个国企 或者是投资人 到信托 信托到什么FOF基金 基金再到下面这个量化基金 量化基金再到下面 一层一层的 转过来之后 到期了 只要源源不断的 有人把钱往里放 他到期了 他源源不断的把钱退回去 中间就要卡你 这个比如说 给你2% 5%的收益 或者10%的收益 这个逻辑是成立的 就跟恒大的这个 员工理财是一样的 一般的信托理财 他不是两年或者三年 到期吗 那就是相当说 他在这搞了个资金池啊 两年到三年呢 他只要那边卖的快 他说资金池 他钱就特别多 特别多 然后到了两年三年之后 再开始兑付嘛 那就拿一点兑付嘛 只要两年三年之后 只要他卖的速度 就是募集资金的速度 只要大于他 弯出兑付的速度 他永远报不了泪 然后那个资金池的钱 就是他的 他把转走了 这不就是庞氏骗局吗 这个事情是怎么暴露的呢 就这么快就暴露了呢 因为量化 这是这两年的概念 按理到说 不会这么快啊 那就跟这个 实际操盘的这个人有关 实际操盘的人 我看了一下啊 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 元大连盛雅总经理 毛威 这个人为什么叫大连 叫大名鼎鼎呢 因为他呀 被证监会处罚了 叫进入 市场进入 终身不得参与 这资本市场 就是二级市场 结果你看 人家摇成一变 整一个私募基金 把信托 对吧 把上面国企 钱全给骗了 这些基金肯定要去报案了 这些投资人 上面的信托 包括这个杭州 什么华人信东利 人家是山市公司 也要正规的基金公司 人家都要去报案 那为什么 这个时候毛威爆雷呢 他远远没有到爆雷的时候 他这个可以完全往下滚 他的资金池 其实可以变得越来越大 资金池的钱就是他的钱 事实上 毛威被警方带走 滞留了 可能他设计了一个案子 警方把他抓住了 抓住之后 他就在看守所里面 他没法处理 他是实际控制人 他不签字 他不发指令 那个钱没法付出 导致爆雷 你说冤不冤 实际上他战上还有钱 他是完全可以付的 他一完就是这么付 结果他深深的 因为不可控的因素 导致他没有办法对付 他一不能对付之后 上面所有的投资人就慌了 因为上面都是基金信托啊 人家都是专业投资者 慌了 怎么他对付不了呢 说好了对付了 这个扯皮 所以他们就开始查呀 一查发现问题出来 刚才我们说了一下 他这个庞氏骗局 但实际上庞氏骗局 能把这专业机构 能把国企全给割了 这个不正常 大家也知道 信托基金 他都有封控措施啊 他不是一个人呢 一个人咱们叫韭菜 因为咱们是一个人决策 全凭自己高兴 他们让封控 那基金和私募 还有什么信托 那人家是有封控委员会啊 也层层过审的 你怎么可能把人骗了 所以这里面有问题 奥妙就在这儿 刚才说的那些啊 比较通俗一懂 庞氏骗局 但具体怎么骗的 这就是专业 这个私募啊 他搞一个量化基金 刚才说了 他这个量化基金 我每年 他人家投资他 认购他的产品 他要把自己的这个 既往的这个收益啊 基金净值啊 要给人看 对私募的时候 这个不难 他完全给编造 好信托 还有上面的这个 FOF基金啊 人家拿了一大把钱 来投资的时候 找这个量化基金 他怎么投呢 他不就看你的这个 净值吗 你这净值 现在1.2 1.3 厉害啊 人家都在赔钱 你就让他1.2 1.3 买认购 实际上这个中间 是有封控的 人家一般的专业的基金 或者是信托 他会让你 你不能自己 吹自己是净值是多少啊 万一是烧一股 怎么办呢 后面加个零啊 所以一般的 要看他的这个交易记录 就是你 你以前买过什么产品 你投资了哪个股票 你一下赚这么多啊 是可以看的吧 你这个量化基金 是专门投资这个二级市场 是不买股票的嘛 那你持有哪些股票 你赚了多少钱 这个是一般的这个 做二级市场的基金 是要披露的 这个是公开信息啊 不仅你要告诉我 而且我可以在公开市场给查的 这也是政经会要求的 这基金管理研协会 都是要求的 但是量化基金不一样 量化基金 对吧 你要跟我要这些明细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我核心机密啊 你不告诉你 你不全知道了吗 买哪些股票 对吧 到了一个点我就抛 它是程序交易啊 反正我赚一个点我就抛 我就做哪几只股票 让你们全知道了 这是我的核心竞争力啊 不能告诉你 不能披露 你看看 这个理由多好 这么一说 这些投资者 就是基金 新托啊 一看 哎 似乎是有道理 对吧 你要告诉我了 说明你这就是普通的基金嘛 不是量化基金 不是量化基金 你怎么可能赚钱 不告诉我 那说明你真的是量化基金 而且你还净值 对吧 还一年赚二十个点 三十个点 所以你看 这一层啊 它就把很多 这个封控不严的 新托和这个基金 给骗了 真正封控严的 你靠这个骗人家 也骗不了 因为大家都不想担责任 你不让我看 那我就不投 对吧 不赚钱 就不赚钱 明白了吧 就封控 我不为什么要担责任 你给我讲个故事 我就认了 不给我看交易记录 就是不给你投资 哪怕我们俩签个 叫保密协议 我等你这是保密 等你什么什么 对吧 那但是你得让我看 明白了吧 就是封控严的 信托基金 它不会那么容易 踩这个雷 就是那小的信托基金 他想赚钱 现在卷得这么厉害 募集资金难 投资也难 投哪个都可能赔钱 募集更难 但是这信托要活着 这私募要赚钱 所以他就玩命的冒险 这一个啊 第二个呢 还有封控啊 就是按照证监会 和证券业协会 或者是基金协会 他们设计的这个 交易结构里面啊 你投资者投的钱 他都是闭环运作 什么叫闭环运作呢 就是每一个环节 都有监控 就是我这个投资者 从我的钱包里钱 到了那个基金 或者到了信托 不是到谁的账户 是到一个专管账户 就是叫监管账户 或者叫托管账户 这个账户不是 这个信托机构的 自己的私人账户 而是他专门在银行 成立一个托管账户 这个托管账户 大家把它简单的理解成 就是这个房地产的 监管账户就完了 房地产不也是监管账户吗 银行和这个住建局 把监管这钱花到哪儿去了 你就理解 信托基金 它都有监管账户 托管账户 募集了的钱 放到这个托管账户上 不能搞乱了 不能混淆 你这只基金 就是一个托管账户 那只基金 另外一个托管账户 好 进了托管账户的钱 不是这个基金管理 会想怎么花怎么花 说我今天提100万 出来我花一花 买点办公用品 那是不行的 这钱是用来投资的 你得投 比如买股票 那你只能去二级市场买股票 你买不了什么办公用品 你也不能把它拿出来说 我们要吃喝付房租 都是不行的 你给这个托管方 就是银行下指令 说这个钱要放到哪儿去 投到哪儿去 你要每笔每笔都有个指令 就像房地产 那个基金建管是一个道理 你看看 这是不管你这个钱放哪儿 你基金投到下面一个基金 下面的基金再投到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股票一抛掉 不就回到你的股票账户吗 股票账户又回到你的 这个装管账户 托管账户 所以说它都是闭环 那既然都是闭环 从信托开始就闭环了 信托也到托管账户 托管账户再拖到这个基金 都一路都是托管账户 都给你监控的 为什么还能把这个钱 打到个人账户上 打到一个不是投资标的的 对吧 你那个是做股权投资 或者做债券投资的 你怎么打到一个 私人公司投上去了 这个就违规了 这个茅威啊 它设计的这个制度 正好它就抓住了这个漏洞 正因为它中间是层层监管 层层托管 最上面的这个叫什么信托 它早就不知道 自己的钱到哪去了 它以为是投到那个量化基金 对吧 它现在给这个基金的基金投了钱 然后基金的基金会告诉它 说我这个钱要投到哪 投到量化 好 这个信托啊 或者是在上面的这个叫什么 国企 最终出资的人 投资人 它就认为我这个钱 是到量化基金了 量化基金不就到二级市场 买股票去了 所以它就天真的以为这钱到量化基金了 这上面的这个FOF基金呢 它也这么认为的 我这钱给了量化基金 量化基金也有托管账户 也有银行 它这个量化基金 它又打到下面一个基金 一个什么什么私募 这样中间某一个银行 肯定是买通 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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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睁 那个私募啊 它就昏晓 它说我这是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不就是 这个投人家股权的吗 那我下面搞一堆壳公司来 接你这个钱来 你是投给我这公司股权的吗 这公司实际上就是毛卫控制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钱就很顺利的 打到私人公司账户 它可以搞个虚假的股权投资协议 拿这协议到银行给它发指令 你给这公司 把这个装管账户这个基金 打多少到这公司 我认够了它30%的股权 就这么操作啊 银行拿着这个钱放垮 这不就是许老板 对 房地产公司这些老板 他能把监管资金给它套走 不就是这么套走 监管资金都有规删制度的 他怎么能把套到全世界跑呢 不就是因为他造假 搞了一批手续吗 给银行 银行正一着眼闭着眼 反正你有这手续 我就给你打了你指定账户 你看啊 所以说这个托管账户是银行负责 银行有问题 具体是哪个环节银行有问题 这个我不太清楚 到时候警方 他反正报警了嘛 警方会去责任 基金和信托有问题 你的分控 你怎么能把钱给了这个 所谓的量化基金 最终受害了谁呢 是自己上面投资的 国企还有个人的理财投资者 30亿就这么出去的 咱们一直说啊 就不要买理财 你盯着人家那天年化10%的收益 人家可真的是盯着你的本金啊 你看他设计这么巧妙 中间就钻这个漏洞 处心积虑的设计这么一个交易环节 而且他一层套一层 他这个公司啊 中间恐怕有七八层 他设计这么复杂 为什么 就是想扰乱事情 最后那钱是要留着他的口 最终这个钱 到了私人公司之后 他再去一洗 现在洗钱手头很多 他不就洗成自己的钱了吗 后面的钱怎么原路返回呢 就比如说 他这个资金池的钱 他是不断的扩大 资金池是他的 然后第一批这个新托啊 到期了 要兑付了 那他后面 不有新的理财的钱来了吗 他洗出来之后 他可以不洗啊 他可以把那个原来的 那叫什么 那个钱出来之后 他按原来的办法 钱出来之后 他再按那个股权投资 你看我投资这个股权赚钱了 这个公司回购了 回购的钱不就回来了吗 回来我也打了这个托管银行 托管银行在跟着指令 在万上打 一层一层的打到这个 信托的账户上 信托一看 赚钱了 给投资人兑付 马上第二个理财产品就出来了 年化10%收益 还是一样的 原来的投资人一看 哇靠这么赚钱 你看文文当当的 不都兑付了吗 接着买 不仅要接着买 而且要加码 把七大姑八大一大钱 都要借来买 国企也一样的 国企本来第一次买的是一个亿 结果赚了一千万 回来了吗 那这次买10个亿的 这么靠谱的事情不做吗 是不是 这个钱就循环的往里放 又按照刚才的路径 到了那个猫威的口袋里 猫威只要把一部分拿出来 再退回去 原路给他返回 你看他只要这么走起来之后 那个银行 托管账户说 这个不是靠谱的吗 这个你看看 他股权投资 投出去了 一年以后 你看他赚钱了 赚了30% 连本带利 还有回来了 托管银行说 这不挺好的吗 你看一切感觉都是天衣无缝 然后那边 这个到量化那个报表里面 每年收益是30% 他可以做数据啊 反正你也不知道他交易 到底跟谁交易 到底买了什么股票 你不知道啊 所以一切设计的天衣无缝 完美无缝 最终被个意外事件 给他暴露了 就是猫威这个人 被限制了自由 钱没法付 所以这个庞氏骗局 才得以水落石出 具体的啊 到底涉及多少人 多少钱 中间环节哪些银行 这个到时候等警方披露 是猫威一个人吗 不是的 我可以肯定 这里面有银行的人 有基金的人 基金经理 还有兴托的产品经理 兴托的某些负责人 恐怕都涉案 因为大家知道 我能想得明白 他们更能想得明白 因为他们是专业的 他们为什么不阻止 为什么闭着眼睛 望着坑里跳 有好事 大家明白了吧 根据万德数据啊 近两年来 在统计的3125支基金中 收益率为正的基金 仅有72支 而亏损幅度超过30%的基金 高达1590支 占比过半 亏损最多的基金 在两年间跌幅高达66.3% 就是3分之2跌没了 而根据其持有规模统计 收益率为正的基金规模 占比不到4% 就是基金规模 整个都加到一起 收益率为正的基金规模 只有4% 这意味着过去两年买偏股类基金 不亏本就已经远远超过了95%的投资者 就是你买的基金只要没赔钱 你就已经超过96%的投资者了 这就是我在两年前很大爆雷的时候 我就一再呼吁网友把钱拿出来 存工行 啥理财也不要买 啥投资也别干 就放工 两年前你可能听不懂 对吧 你嘲笑 你说这个太保守太迂负 你现在回头看看 猫威爆雷 恐怕还有别的原因 就是他出去的钱 很有可能又被卡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他也 他那个现金 他不可能存银行或放窗底下 他恐怕也会买一些投资 比如说房地产投资 对吧 比如这个 他也真的买一些股权 就是他自己洗白的钱 本来这些钱都可以动用 回来兑付的 回不来了 这钱也被夹住了 人人都在船上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 那本来他可以通过加大募集 对吧 我这边玩命的卖 新的资金募集进来 我来对付老的 不也可以吗 你看看 现在这个行情 他新的基金 他发不出去 国企说我也不付 我没有那么多钱理财 本来我也想理财 但是我现在 我要给大家发工资 我钱被地方政府借走了 谁还要钱理财 没钱 然后这个理财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都已经看了咱们节目了 把钱玩命的 往工行存 所以他新的资金 他募集不到 所以即便他这次不因为 不被这个刑拘而暴雷 他也撑不了几天 他就会暴雷 撑不了两月 他这次刑拘啊 谁怕就也是因为 别的地方 肯定是资金兑付出问题 被人家告了 说了诈骗 估计是这样的 我个人推测 导致这个骗局 庞氏骗局搞不下去 所以你看 我一再呼吁 看我节目呢 让你存银行 存银行 存工 这回理解了吧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 点击评论 谢谢大家